站在呼應機前 男子的手還放在玻璃門上 這時一陣火光閃過 衣服瞬間著火全燒了起來 嚇他趕緊打開呼應機 將著火的衣服全丟出來 拋到自助洗衣店門外 起床上全是焦黑的衣物 現場緊急拉起封鎖線 洗衣店暫時不再營業 瞬間火苗嚇壞 附近民眾 以外發射在下午1點多 新莊中港路上的這家自助洗衣店 一名住在附近的無姓男子 到店裡來烘乾衣服 怎麼也沒想到會著火 自己的雙手不小心被燒到 有5%二度灼傷被緊急送引 業者也搞不清楚狀況 轟硬機好好的 怎麼會突然起火燃燒 警銷到場面火的同時 也調閱監視器要釐清起火原因 不過再一看一次 竄火瞬間 好險男子反應夠快 緊緊將衣服拋出店外 不然整間洗衣店 可能因此複製一句 接著新北市綜合報導